在台北大安区知名素食店 一家汉堡店呢 传出歹徒持刀行抢 33岁的嫌犯因为沉迷酒店 锁定他曾经打工过的这家素食店 他一进去之后就把水果刀架在店员的脖子上 三分钟时间抢走了现金五万元 之后就把这钱拿到酒店来寻宽 罚网回回不到15个小时时间 他立刻被逮 监视器画面中 一名店员正在办公室低头整理东西 但过没多久 办公室门口突然出现一名戴口罩的蒙面歹徒 直接冲向蹲在地上的店员 手持水果刀 叫店员乖乖听话别动 接着快速从保险箱内 抢走近五万块的现金 套之遥遥 曾经在这一个餐饮店有工作过 所以他对那个店的这个状况 营业状况等等都相当的清楚 那么他得手以后呢 他就马上到酒店里面 去把他所强盗得来的金钱 几乎花了光光 原来这名歹徒因为沉迷酒店 积迁数万酒钱 裁定上曾打工过的大岸路知名素食店行厂 而抢完后马上变装 将凶器丢往公园 随即又赴酒店循环 将赃款全数花尽 过程当中他有把这个衣服反面来穿 逃避我们的这个侦查 索性警方在15小时内就顺利抓到歹徒 才能让更多店家受害 现在一抢到最嫌 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吴平王山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